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王力宏回应之后 李敬蕾也再次连发两篇小作文 正面开始钢王力宏 在女方发布的文章中 不仅一一反驳了王力宏的种种观点 又向她抛出了五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对此 王力宏一方直到现在都没有做出回应 然而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其他人面对这种事情都恨不得近而远之时 娱乐圈一个棒大款成功的女星突然站出来力挺王力宏 一 喜白 这位女星的名字叫做田普俊 其本人在娱乐圈内不算是有名气 但她的老公却是在中国排的上号的富豪 12月19号 一位神秘网友曝光了田普俊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表的文章 其中田普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说出名字 但从这两天某前妻的事情就足以证明 田普俊所说的正是李敬蕾和王力宏 在她的口中 称女方既然是一个高学历的姑娘 那为什么要在家做全职太太 字里行间都不难猜到 田普俊对此是抱有很大的疑问的 甚至有点怀疑李敬蕾动机不纯的意思 随后更是为王力宏洗白 称哪个艺术家不花心 不然哪来的灵感 当然这句话的意思也不难猜到 田普俊就是说王力宏作为一个艺术家 如果不是出去沾花惹草 怎么可能创作出这么多作品 奇葩的言论和近毁的三观让人叹为观止 不是当事人就能随便说风凉话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田普俊自己身上 不知道他会做何感想 除此之外 田普俊还在文章的最后怒斥李敬蕾 直言对方下手太重 实在是不应该 别说是前夫 就算是前男友都不能如此下手 真正强大的女人不需要用报复展示能力 言外之意就是离婚之后可以随便吐槽吐槽 但是将前夫垂到事业崩塌就是你的不对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认同田普俊的说法 不过有意思的是 就在12月17日 田普俊还发布了自己制作的一部纪录片《共同说》 并在这个纪录片中就独立女性的论点采访了自己的丈夫 在夫妻俩的谈话中 田普俊表示 独立女性就是有独到见解 经济独立 不通过 不依靠其他人的就是代表独立 本来单单把这句话拎出来看 确实说的有些道理 但和他在社交平台发的文章一结合 就有些变味了 在自己的节目中 文章中大谈特谈独立思维 但殊不知 田普俊就是靠着自己的丈夫在生活 不然他的丈夫也不会在纪录片中说出这样的话 你不要太过于强调这个思维 咱俩是夫妻关系 你没法摆脱的 你也不用去证明什么 你这是自己证明自己 看过这个纪录片的网友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如果王石没有钱 他能对他产生爱情 嫁给比自己大三十岁 父辈一样年纪的男人吗 缺什么 心虚什么 就越要澄清什么 对于自己没有的东西 就越要拼尽全力地证明 田普俊说李静磊不独立 有心计 但他没有吗 他独立吗 田普俊说男人大多如此 有些网友就表示 其实田普俊的男人也是这样吧 四十岁的他嫁给了七十岁的富豪 难道这就是田普俊所说的独立 对于丈夫出轨 家暴 李静磊好歹还能勇敢地站出来 向我们揭发王力宏的种种不适 但李静磊的勇敢却被田普俊说成了富有心机的报复 在这里 我都想替李静磊问田普俊一句 难道只有看着王力宏的恶心行径默不作声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忍受吗 回到王力宏身上 当李静磊曝光他这些年来做过的龌龊事之后 王力宏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站出来扛下自己应有的责任 并接近全力地反驳李静磊的话 李静磊说他经常家暴 王力宏就说子虚乌有 李静磊说他常年在外召计约炮 王力宏就说从来没有对婚姻不忠 除此之外 王力宏还在文中为自己洗白 装可怜 从两人结婚开始 王力宏就给了妻子最好的生活环境 因为自己工作的原因 无法经常关照到他 所以王力宏又特地聘请了保姆来照顾李静磊的日常起居 但即使如此 他还是认为李静磊觉得自己给的太少 而且在文章中段 王力宏还卖起了惨 称有一次李静磊对他发脾气 扬言要带孩子离开王家 改名换姓 让他一辈子都见不到孩子 文章的最后还特意说明了 我没有李静磊那么好的文笔 言外之意是什么 在这里就不用多说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无法正视自己错误的艺人 却被田普俊说成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想来就有些可笑 召计约炮是用来获取灵感 那么家暴冷暴力也是获取灵感的一部分吗 经过这件事情 如果李静磊的曝光完全正确 那么王力宏恐怕再无翻身的机会 而替他洗白的田普俊 也会遭到无数网友的口诛笔伐